新單元 我們才20集 我們才20集就有新單元 我們才20集就有新單元 我們這些人到底有多匱乏 立刻就有新單元 Let me see 海達好看 你們想要去露營嗎 不想 我沒有辦法 接受沒有屋頂的日子 一天而已耶 不行 可是你去爬山 你不是也是住帳篷嗎 沒有我睡山屋 可是我聽說 你去爬的山都有山屋 真的喔 嘉明湖也有山屋 兩個咧 TES 女叫什麼 兩邊的影片都開始了 等一下因為我還沒有喬到 麥克風位置 這樣OK嗎 可以喔 很好看 可不可以耶 我先把我的那個票寶信箱給我打開來 歡迎收聽真實抱歉 我是萱 我是桃女 我是GG 各位 我們要有個新單元了 為什麼要有新單元呢 因為我們 江郎才進來 我們就是匮乏的人 匮乏的人類 我們才做到第二四集 我們就已經講不到主題了是不是 開始要用QA 要用投稿的方式 來搪塞大家了嗎 沒有搪塞 有到搪塞嗎 我覺得我們是在做多方嘗試 就是你看我們很 很 因為像我們昨天也是測試了一集 對啊 新嘗試了一集 發現不行 我們有趣的主題也是 然後嚴肅的主題也是 然後 民間傳說也是 然後現在就是 我們問那種二選一也是 對二選一也是 然後現在我們要來測試 就是我們幫忙 回答大家的疑難雜症 對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個新的單元 我們希望它是個常態性的單元 那我們現在可以要取了個名字 叫做 票寶信箱 哈哈哈哈 好噁喔 三月請念 哈哈哈哈 不是我不知道 這個名字本身 大家應該有立刻get到是什麼吧 對啊 大家知道什麼是票寶嗎 哈哈哈哈 腳嘴軟 哈哈哈哈 就是我們的暱稱 就是漂亮寶貝 漂亮寶貝 對 那我們想到說 因為我們就是學人家的嘛 人家有什麼馬克信箱 什麼什麼信箱 那我們就是 票寶信箱 就是你們只要呢 有任何的疑難雜症 就留言給我們 對 我們就來幫你們回答 那票寶信箱呢 我們其實是在錄音前一天 有先發一個線動 就是你們如果平常啊 私訊到我們的那個box裡面 私訊盒裡面 我們會回 但是 那就不是票寶信箱的 正式投地管道 對對對 因為這樣我們會很難找到所有的資訊 對 所以我們就是 我覺得以後啊 我們如果今天這一集做得不錯的話 我們票寶信箱就是 固定一個月一次 好不好 然後就是 大家要密切注意我們的線動 我們什麼時候爭 你就要在那個時候投稿 我會半夜三點 爭 可是還有24小時啊 對不對 可是我們昨天爭到現在也還沒有24小時 對 沒辦法 其實已經蠻多人投稿的了 對對對 我有嚇到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聽完之後 你覺得啊 你也有些問題想問我們的話呢 你歡迎追蹤我們的IG 隨時注意我們的Instagram的線動 對 好啦 那我們其實 先講一下我們本來玩這個啊 會想說 希望大家可以投稿一些 輕鬆自在的 對 輕鬆自在的 一些屁話 對 我想說應該就是一些 很無聊很瑣碎的事 你說大便說要看什麼東西啊 對 對對對 怎麼辦大便到底要 蹲著叉還是坐著叉還是站著叉 這個題目我還是沒有想過要問 好好好 對 自己愛怎麼叉 就怎麼叉 對 想怎麼叉就怎麼叉 但是殊不知大家投稿來的問題 都還蠻艱深的耶 就是有些人生的疑問 對 我看到了之後我想說 天啊 我回答不出來 我打算去求助佛書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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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你來錄音就說 我今天帶了好幾本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耶 我問你一下 就是現在在YouTube有看到的話 他帶了一本什麼 108自在於 這四本書的來源都一模一樣 是在哪裡呢 呃 法谷山 你剛剛是去法谷山一趟嗎 沒有啦 處處皆是禪跟 做情緒的主人 嗯 天啊 大智慧過生活 天啊 那 我們等一下如果說啊 我們真的解答不出來的 我們幫大家翻 對 我們就要翻一些 智慧書籍 對 解答之書給大家 欸 當 怎麼 做智慧的主人嗎 做情緒的主人 我覺得這有打到我耶 做情緒的主人 我也想要一探究竟 你看啊 剛剛就很適合我們上一集的那個 不要把希望變成壓力 哦 你的理財就是你的壓力 可是這個 壓力會使我成長啊 心感冒了面對憂鬱情緒 姐你有感冒嗎 嗯 我的心一直都是感冒 而且他是對我們感冒 哈哈哈哈 我們可能對他來說 是一個有壓力的存在 而且你們兩個現在做這麼近幹嘛 因為他醜過去一點欸 是喔 你跟我不好意思說 哈哈哈哈 像你們兩個稍貼多近 我說我們寵來沒有做這麼近 哈哈哈哈 好啦 OK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來 一個一個的來解答了 那 我就先開始好了 好啊 你先挑一個 他說這題就有點難了耶 他說請問 他是 Alice Wong 他說請問 情緒低迷的時候 漂亮寶貝們都是怎麼樣 幫助自己的 謝謝漂亮寶貝 嗨 這一題 這個問對我了 問對我了 我跟妳說 我的方法呢就是睡覺 明天什麼都不一樣了 但萬一是一早呢 解答如果是今天的剛開始呢 而且有時候 情緒很滿的時候 也是個問題我沒有想過 情緒很滿根本也睡不著啊 喔 我不會欸 你不會 你就是試睡 愛睡覺的人 是 對 不行我如果情緒很滿 我在床上 對我會一直覺得 翻來覆去嗎 我的個性是假 因為我的情緒大多會來自於 他人對我的評價 嗯 就是我不會因為 我如果遇到自己的難關 比如說啊這個題目我解不開 這件事情我做不好 我很容易可以過去 但是如果別人對我評價不好 我就會一直在心裡面 然後我就耿耿於懷到 我一定要解開他 我才能睡覺 喔 所以我的概念就是 解靈還虛系靈人 所以你會立刻視訊他嗎 為什麼要給我一心 如果是認識的人 我就會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是會勇敢傳訊息 問發生什麼事情的人喔 會 真的喔 就是對啊 這樣他才睡得著啊 如果是我在意的人 或是我覺得 我還想要繼續維繫感情的人 我就會這樣做 因為其實大部分時候 那個情緒來源都是來自於 我自己想太多 他說或許沒有那個意思 對 你就會過度解讀 對 所以我覺得要看 對啊 那你不覺得如果只是你自己想太多的話 那你應該自己排解就好啦 你為什麼要再去麻煩別人呢 喔 我 姐 我這樣就是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你 因為有的時候其實對方他根本沒有這樣子想的話 那你這樣是不是把 其實是把你的負面情緒直接加注在他的身上 可是你看我曾經就有一次這樣子在我們群組裡講過啦 對啊 就是我們那時候不是在溝通 然後我就說你是不是生氣了 喔 那時候你就會 那時候你就會 他想偽性感情 對 那就是我在想 我覺得每個人有每個人結訊 解決情緒的方式 那你會覺得那時候會壓力大嗎 就說我把這個情緒丟給你 因為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大的問題 然後因為你只是一個是或不是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就是告訴你我不是 然後我為什麼不是 就是我有解釋一下狀況 這個方法是對他來說是有效的 對對對 因為如果他不問的話 他就會睡不著 對 那繼續你怎麼排解情緒 我會看是哪一種類型 因為你們剛剛講的都是實際上有發生什麼 導致你的情緒不好 對 那我也會想說那我就去解決這個東西 你也是會立刻去解決的人嗎 我不見得會是立刻解決 但是我又一種解決方法 就是傳到橋頭自然指 這不叫解決 這叫做駝尿 哈哈哈 沒有脫下只是把頭埋進去 對啊 我有告訴自己說 傳到橋頭自然指 對它是需要時間去解決的 沒有面對 但沒有去執行那個解決 我有讓時間 就是我隨著時間的洪流 慢慢的推進 對 但我同意這件事情是 就是這個方法是 有些時候蠻有效的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其實只是你自己情緒太滿 嗯 但是它 並不是真的有發生什麼事的話 嗯 對啊 那也有可能是這樣 因為我是雙魚座 所以我有時候就是會定期就是會陷入一個 就是情緒比較低落的時刻 姐不要怪星座 哈哈哈 這就是我天生的個性 哈哈哈 誰做的男孩 對對對 但是其實你問我怎麼了 其實我也說不出口 喔所以真的會有沒來由的低潮喔 會有沒來由的低潮啊 對對對 那你那時候會怎麼樣 嗯 以前的我因為我現在這種狀態比較少了 就會隨著就是比較成熟之後 年紀比較大了 就是你有時候生活的壓力反而比 你自己情緒的壓力還要來得更大 所以 實際的壓力 不是腦海收的壓力 例如他上一次說的五個貸款 哈哈哈哈 五種負債的壓力 所以這種狀態對我來說 已經比較少見了 喔 然後我以前的方法就是 我就會聽音樂 喔 對 我會聽那種就是 極度悲傷的音樂這樣子 喔 我有聽過一個說法 我還沒有實驗過 就是 你一定會有喜歡的音樂 或是你 你在聽 比如說好 繼續聽女團啦什麼的 你會覺得那個音樂 在你的印象中 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嗯 然後當你情緒低潮的時候 你就去做那一個 曾經讓你很開心的事情 嗯 你就會 以為自己回到那個情緒 回到那個時空背景 嗯 對 比如說像我看比如說電影裡面 有些人就會演說 當你很低潮的時候 你就去小時候吧 那你去那個兒童樂園 嗯 就是 就是脫離那個環境 我覺得脫離當下那個 空間很重要 嗯 就你不要說 我今天在哪裡 然後我很失意了 我就一直待在那邊 然後一直拔不出來 嗯 你就趕快去別的地方晃晃 對 這種是一個方法 是一個方法 然後還有一種方法是 你就是讓自己難過到底 就爆哭 物極必反 對 你只要難過到底了之後 你就會反彈了 嗯 你說 我怎麼可能還更難過呢 哦 我怎麼會讓自己生活 更開心了 哈哈哈哈 一個比較之 對 存款剩一萬塊比較難過吧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了 沒事沒事 存款剩一萬塊是你剛剛說的那種 生活上的壓力 不是情緒上的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我突然想到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方法欸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就會看康熙來了 哦 你現在還是 現在還是 剛剛還在看 對對對不好意思 台積以前他給我這邊看 我以前真的很來看康熙來了 因為我覺得好好笑 就是 就像你剛剛講 就是先脫離一下 現在的這個狀態 對啊 那你脫離回來之後 像我這種比較健忘的 你就會想說 欸剛剛怎麼了 就是還好沒事這樣子 就看你的個性 如果你是那種像GG這樣健忘的人 你就去看reels 現在大家都看reels 喔對 你只看短影音啊 真的 所以晚上會沒辦法睡覺 對要適可而止 但是如果你發現 你看完之後 你回頭還是會想這件事情 就像我做的那樣 就要解決啦 對就是步驟性的啦 好再來 好 票寶信箱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 他說 我這麼可愛怎麼辦 像說 念出來這個人名 哈哈哈 我想說 不會有我們可愛 哈哈哈 所以你不用擔心 哈哈哈 當然我們都不用擔心 你擔心什麼 對啊 更可愛的人才要擔心吧 我不用拒收這種信 然後會不會退追 沒有 開玩笑的嗎 哈哈哈 但是也有一個人 這個 Geek嗎 Geek JC 他說 GG是漂亮寶貝 喔謝謝 這封信我要撕毀 我覺得很多 這類的信 真的嗎 還有什麼GG好正啊 對 GG好正 好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大家會這樣講 是因為我們在PO出這個 票寶信箱投稿的時候 正好就是GG第一次露臉 對 對 大家很驚豔 我想說臉好肥 也不會 好好好 大家覺得你很棒 OK好 再來 G為什麼這麼可愛 比萱可愛一百倍 還有一個 G到底哪裡胖啊 哈哈哈 你可以回答一下嗎 不是我是真的胖啦 欸啦 他最近不是80嗎 對啊 之前80 80是真的 現在70了吧 70出啊 可以啦 很棒了 好 好 再來 好女你挑一個 好這個好了 同居伴侶 對於某些事情 總是壓到最後一刻 才要開始努力 以至於要熬夜完成 請問該怎麼辦呢 我跟你講就是讓他這樣子做 對啊 就是放手啊 就這樣子喔 就這樣子喔 我為什麼要挑這個呢 因為我就是這種人啊 那你們都完成 就是要到最後一秒 開始我才能有效率 對啊 那你 對啊那就是讓你這樣做 對啊你都已經活到這個歲數 你都成功成這樣做 好 但是前提是 對啊 前提是你不要影響到另外一個人啦 喔 就是熬夜會影響到另外一個人 對對對 他可能有這個問題 就是可能有影響到他 喔 還是情緒上的影響到他 喔 或是作息上 因為我現在的方法就是比較是 就是他要怎麼樣就讓他去做啊 同意 對對對 就是我不會覺得 因為我不是那種 會說啊你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 就算我今天講出口 但是你如果真的沒有照這樣做 那就算了 那就這樣 你就照你自己舒服的方式活就好了 所以可能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解決他這一個 對你來說也許是劣根性的事情好了 那你就是學著轉化自己 那就是他的方法啦 對 每個人的方法不太一樣 對啊 除非他真的是 就是每一次這個 拖到最後可能都沒有完成 嗯 他可能 可是 欸可是沒有完成也是他自己的問題啊 對啊 就你沒有必要為他負責什麼 嗯 那是他的人生 對 對 有的人會覺得我要這麼在意才是愛 可是有時候不見得 你有時候 愛是放手 對啊 愛是不要管我 好這集的名稱定了 哈哈哈 給你最後的疼還是手放開 對 手放開就分手了 沒有沒有沒有 不用放這麼開啦 就微微的這樣子 對 對 我覺得其實這個你可以 同樣觀點你可以用在什麼理財啊 比如說有些人會覺得 另一半很愛花錢買一些 比如說 女生會怪男生買電動 男生會怪女生買包包 嗯 就讓他買 如果他花的是自己的錢 對啊 除非要花你的錢 要不然就讓他做 然後再來他說 三位都真漂亮 這是Tim Tim and 他說想問在家工作如何阻止自己耍廢 最近只要在家都好 效率不張 哦 那就是我的題目耶 因為只有我在家工作對不對 嗯 好 因為我是為自己工作 嗯 然後我而且我是那種 會一直想到說 我很期待我下一件事要做什麼 所以我就會一直把自己 保持熱情 哦對保持熱情 然後找到一些新鮮事 但我在猜他可能是居家工作的那一種 什麼意思 就是work from home的 哦就是他在公司上班 其實他不是為了 辦公場地是這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也是 就是大部分的公司 可能不會讓你有熱情 在工作上 哦 那如果你們兩位今天在家工作的話 你們會覺得自己會什麼狀況 嗯 因為其實你在公司上班 有很多時候也不見得真的可以這麼專心工作啊 哦 對 你的觀念一直都這樣子啊 比如說你那時候也說學生不一定要到綁在學校裡面 對 他就是無分 對啊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 一開始你要先耍廢 我覺得你就是看時間啦 就是我覺得時間蠻重要 就是你不要覺得說 什麼意思 在家工作 你會想耍廢沒錯 可是你還是必須要制定好時間 哦哦就跟你的那個花錢邏輯一樣 對 省錢邏輯一樣 就是我如果九點到十點 我必須要工作 那我就是這段時間認真工作 然後你十點到十一點 也許你可以放鬆長一點的時間啊 嗯嗯 我覺得我從讀書的時候到現在都是同樣的個性 你們還記不記得我那時候備考那一集 我說我晚自己三個小時我會睡兩個小時 對 然後那一個小時讀書就很有效率 其實也可以啦 就是在家工作其實 你就可以放掉你過去在辦公室裡面 你覺得你好像要一直都好像很專心的樣子 對就是或許你在公司你要待八個小時 或許你在家裡工作 你說不定六個小時就可以完成了 那你就多兩個小時休息 嗯如果你想著這個會不會 你六個小時就會趕快想把工作做完 對啊 如果是這樣那我就會建議這位Tim 就是可能改成說 你用目標導向去算自己有沒有在做完事情 嗯 或者是你就讓自己陷入一個絕境 你就再也不敢這樣做 哈哈哈哈 你說不舒服 對我今天報告都不寫 怎麼樣 明天presentation的時候就是啊 放空 嘿那你下次就不敢耍廢了吧 什麼啊 是不是 可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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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不是好建議喔 就是他有什麼傳套橋頭自然指嗎 對啊不然你覺得像一個名就是 他就是那個什麼 遠端上課 然後要課堂報告嗎 嗯 然後他就自己這樣子 定格 自己定格 然後就跟教授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剛剛斷線 欸你們都沒有聽到嗎 報告完了欸 然後再繼續定格一次這樣子 對 也是一個小方法啦 不要亂交 不要亂交 這是一個很壞的方法 不好意思 好啦就是改成任務制啦 好不好 這樣子可能會小一點 但我覺得真的 我真的覺得剛剛說到結論很好 就是你居家工作了 你不用再用舊的工作思維去看自己的表現 對 對啊 好 好 再來 欸我覺得有一個 GG應該蠻有感的 好 主管真的太笨 但有什麼 有什麼都要問 什麼都在插手 真的每天都在揮拳邊緣 嗯 我以前 有遇過這種主管 沒錯 嗯 對在我還在分行的時候 而且蠻多主管都有這種 方式的這樣子 因為銀行的主管 是不是其實就是年資到了就上去 呃 大部分是 嗯 對而且像 因為現在的銀行很多都是系統面的東西嘛 嗯 所以其實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跟他們以前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落差蠻大的 嗯 那他如果沒有跟著這個時代 他一直在更新自己 比如說電腦知識啊 嗯 或者是你的帳戶要怎麼處理 跟你升到一個等級之後 其實跟第一線實際操作面 一定會不太一樣 嗯 所以當然你的主管 就會容易跟 你現在在做的事情是 想法有點落差 你就覺得很真笨 怎麼當上主管的這樣子 哦 所以我們應該要對主管多一點體諒 呃 我覺得也不見得 因為他如果今天真的爬到那個位置 那他就要想辦法 緊緊自己的能力 哦 不能找藉口 對對對 然後我就會 怎樣 你會 呃 可是我有時候真的被逼急 我真的沒辦法 那你會怎麼樣 我就是有一次就是真的就是嗆他這樣子 哦 然後咧 哈哈哈哈 那天狀況是怎麼樣 你喝醉哈 不是不是我沒有喝醉 因為我真的很忙 就是我那時候真的很多事情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事情都在我身上 然後我要在櫃檯要叫號碼這樣子 所以我的壓力就很大 嗯 然後就是他們要叫我交一個報告 然後我就已經寫了 然後我就給上去了這樣子 嗯 然後我主管就是他送下來 就給給我們老闆成河嘛 然後但我主管就拿下來 他說欸 可是那個這邊怎樣怎樣要改 我想說 你會不會看時間啊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現在有多忙嗎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我就就 一個人耐性的問題 對我那時候真的耐性超差 因為我真的太忙了 忙到就是沒有時間 跟他在那邊好好講這件事情 嗯 我想說你可以先幫一下忙嗎 你可以這樣講 我不是這樣 我心裡這樣子想 嗯 對但是因為他叫我做 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繼續做 然後我就這樣改改改 就改完之後 我就轉頭過去給他 如果老闆還有問題 請他自己改 啊 哈哈哈哈 然後我主管就 喔好好好 哈哈哈哈 怕壞人 對 然後還有一次 我覺得真的很忙的時候 然後他又突然 不知道哪裡來 就是我覺得主管就是這樣 就天外飛來一筆 他突然叫我去幫他找一個資料 這樣子 嗯 然後我就是真的好忙 我真的沒有空 然後我就在那邊翻翻翻 我就說 那個不是應該是誰誰誰誰 誰要做的嗎 我就邊翻那個資料 對他就從我的後面這樣拍我肩膀說 好好好 不要急 不要急 這是什麼風格的主管 他就是媽媽型的人啦 對 好好好不要急 不要急 等一下再給我就好 哦 我想說那你想跟我要幹嘛 哈哈哈哈 沒有幫助到 對對對 好啦這不是一個好示範 只是小分享而已 但是我覺得真的就要轉念欸 就是如果 因為老實說就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很少在大公司裡面工作 其實如果說 那個人 那個主管很笨 笨到最後 整個主出包 是不是也是他負責啊 在正常來說大公司裡面 可是有時候會這樣 他就找另外一個人 背鍋 之類的 蛤 因為實際上 做這件事情是你 所以沒辦法各人責任啊 各人搭 就是他是有辦法 推那個責任 給你的 哦好吧 我們以前是比較這種風格 那我們就只好推薦 這個提問的朋友呢 來念一下這個 108字 好的 因為我們沒有解決的方法 對對對 我們來挑一個智慧語 我覺得這個生活處處是禪 好 來來來來 給他一點禪言 這個很棒真的是 太好了 太好了 放鬆禪 哈哈哈 放鬆的步驟 從頭部開始放鬆 啊我知道了 你就想說主管好笨的時候 你就開始轉頭 對對對 放鬆一下自己的那個 然後如果心中有念頭出現 只要不把念頭串聯下去 不跟著這些念頭跑 眼睛自然就會放鬆 所以只要你想要打主管 你就放掉這個念頭 對 開始摸頭 對不要去串聯這些打過的過程 先深呼吸好了啦 先深呼吸 放鬆一下 哈哈哈 然後他說 如果覺得不夠放鬆 可以重複上次 哈哈哈 那主管都要跟你瘋了 沒有用嗎 你要不要做兩次 哈哈哈 的概念 對就做三次 對 OK好 下一題 好這個 長大後 如何交沒有利益的朋友 就是 這好難 怎麼交沒有利益的朋友 我建議就是你可以去不同的 就是有別於你現在的那個 習慣圈 一個新的活動 沒有人認識你的地方 對 比如說我就會去 比如說衝浪 衝浪就是完全不認識的人 或者是去學一個才藝 對 參加一個社團 是非工作相關的 對 完全是興趣導向 對 你可以去 現在也很多那種 一日的那種旅 那個旅遊啊 Cleanlook那種的 對對對 你其實就會認識新的人 對啊 或是你就滑滑交友軟體 沒有我覺得交友軟體 就是有利益啊 現在交友軟體有點可怕 上面會有詐騙 所以你真的要小心 對對對 而且真的有聽過有人 真的被騙欸 對啊 而且他們那個 釣魚釣的很久 嗯 他現在會真的有一個人設 然後就跟你聊天 會陪伴你 對對對 姜姐你有被騙過是不是 你怎麼那麼清楚 他應該沒有錢被騙 對 我錢都分配出去 還有房啊 我會不會分配給詐騙集團 是一個區塊這樣 沒有啦 但我以前有遇過啦 蛤 那你怎麼發現 因為他就開始 問你投資的東西啊 然後跟你說 欸我這邊有一個 什麼虛擬貨幣 還是有一個什麼 投資的 就是市場很棒啊 那時候虛擬貨幣 就不對了 我想說我跟你又沒有很熟 我幹嘛跟你在那邊聊 他有養很久嗎 你說我跟他聊天聊很久 對啊 他有養你這條大魚養很久嗎 怎樣算久 就是有一個月兩個月 那不算久 沒有到很久 沉不住氣 就直接開始丟了 對對對 應該關心要讓你上鉤啊 而且我之前在櫃台真的有遇過 要被詐騙的婦女啊 然後咧 其實我有講過嗎 沒有 因為可能工作內景我們沒有用 對齁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在櫃台 我做那個外幣匯款的嘛 然後就是遇到一個中年婦女 他匯給美軍之類的是不是 對他就是匯給美軍 然後他就說什麼 對對對 然後他就說 他必須要先幫他付一個簽證的費用 他才有辦法來台灣 我想說 怎麼可能啊 你免簽美國到台灣 美國到台灣 而且 他就說他在什麼 伊拉克還是什麼的 他就是 住外的美軍 故事很完整耶 在伊拉克 很完整 然後他就給我看說 沒有啊你看他傳給我就是這些訊息 然後他說什麼什麼大使館 跟他說要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給我看 我就想說 中文 該不會還是簡體中文吧 中文 這個美軍會講中文 很有才華的美軍 對阿好有才華喔 那你怎麼說服他 這種應該說不聽耶 那種整個開口走的那種 我跟他說阿姨這騙人的啦 真的 對阿我就直接這樣跟他講 可是他就是被愛沖昏頭 他就說 而且他一開始還沒有跟我說 這個是他的誰喔 因為我就說美軍阿他是你的誰 他說喔朋友 我說他是喔 你們有這麼熟喔 阿是什麼樣的朋友 我就開始追問他 那時候你就知道是詐騙了嗎 那一看就知道 他給我看中文的時候 我就知道是詐騙 而且我就跟他說 如果我說這個是官方 那他一定會是官方的信發出來 而不是從個什麼個人信箱 發出來的一封通知信 這很奇怪阿 對然後他就說 嗯就是比較好啦 這樣子 所以我跟他比較好啦 我說阿你們是情侶嗎 還是什麼 喔他就是說 他來台灣要跟我結婚 這樣子 喔 多大年紀的阿阿姨 大概四五十歲吧 五十幾歲了 哇阿你有成功阻止他嗎 我就阻止他 因為我沒有幫他匯款 你棒棒耶 對啊 很棒你拯救了一個阿姨 但我覺得他一定還會再去找一個方法 就怕他去其他分行 對啊 就怕他去其他銀行會啊 那也沒辦法 我們剛剛為什麼聊到這個故事 不知道 因為利益的朋友 利益的朋友 很遠了 抱歉抱歉 不要交美軍 不要交美軍 不要交會打中文的美軍 那個利益可深的 去找新的活動完就會有了 對啊 好再來 目前在 覺得在大學學不到自己真正想學的東西 思考要不要修學 以規劃好 以規劃好 修化修學 應該是修學吧 想詢問三位的建議 可是他都規劃 你都規劃好了 規劃好了就修學阿 對啊 對啊就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 學不到自己想要學的東西 對啊去吧 真的 而且重點是 你不是 那我覺得可以問一下身邊的人的建議 他們可能比較了解你的狀況 參考就好參考 對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因為都還是比較世俗一點 那就覺得 那你還是要把大學讀完阿 你大學讀完 再看你想做什麼 再去做嘛 可是如果你今天 真的都已經很篤定 而且是已經有規劃的 你不是腦袋空空了 你只是不想念書的話 對對對 你都規劃好 那就去做阿 而且現在 這個社會可以學習的管道超多的阿 就是我那一天 反正我在美國的時候 遇到一個朋友 他們家小孩 就是直接就是homeschool 就自學 然後我說那你們homeschool 有給他安排課表嗎 因為都是小學生嘛 因為我們以前聽到那種 在家教育 爸爸媽媽還是會安排 國文課英文 只是趕著自己教 或是自己教 他說沒有耶 我們就都沒有安排 只是我會去youtube上面 找一些影片 讓他們學習 比如說美國的歷史 台灣的歷史 然後請他們 然後演舞台劇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那些歷史 對 所以其實現在要學習 就管得到非常非常多 而且大學的科系 其實有些時候太專精的 你真的也不是那麼 以後要用到這些專精的 其實也沒關係 對啊 只是要有意識啦 不要人云亦云 你只是插一個勇氣而已 我們給你 對啊 票寶信箱給你勇氣 我們要來個票寶加油的那個 不要 不用嘛 尷尬 我們先想好我們的Slogan好了 好好好 到時候再說 對到時候再說 好再來 好 我唸一個喔 好你唸一個 他說最近很容易發火 騎車遇到白目的駕駛 偶爾會破口大媽 但事後又覺得 好像不需要這樣而後悔 這個很好解決 你就抱歉就好了呀 先罵然後再抱歉 對啊 我們都這樣子 我們都會先 就先霸凌對方 先罵 對啊 我跟你講有時候就是不吐不快 先罵再說 不行姐有些時候不能這樣對陌生人 可是如果是對方他先對你做白目的事情的話 對 其實我比較不是會破口大罵的類型 你一定不是啊 我不會罵路人 可是我就會在一直瞪他這樣子 我就在心裡一直瞪一直瞪一直瞪 但我真的同意他 你知道我從夏威夷回來的時候 我真的 有點不習慣台灣人的開車方式 我在夏威夷開車的時候 大家真的都超慢 然後而且 也不知道真的很慢 他的那個開車的那個 我覺得比較自在衝容的感覺是 別人會讓你 對 就是你 可是開車老實說真的是一個文化啦 有時候你在台灣沒有辦法這樣開車 因為這樣開你一定會被後面的人拔 我回來的時候 我本來心裡想的是說 我在夏威夷開了大概十天的車 我覺得我已經累積好 或者轉換好的開車習慣 因為我好不容易從一個很急很趕的人 搞到那習慣之後 我就想說 告訴自己回到台灣之後 我也要這樣開車 嗯 結果第一天我就受不了了 因為如果我真的這樣子很慢的開車的話 或是我不要講慢 就是比較衝容不破的開車的話 我永遠改不到車道 我永遠轉不了彎 因為永遠都會被別人在插入 一直插入一直插入 那你就永遠直走啊 只要去哪裡 我都肯定了呀 走到台灣尾了 這是鵝鵪鼻燈塔嗎 太尾了吧等一下 因為你都不能轉彎啊 都不能轉彎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但是台灣的文化 如果大家可以放慢一點 或是大家如果願意多禮讓一點 我覺得我們的那個心情就不會那麼浮躁 對對對 大家就是各自稍微告訴一下自己 好的 然後我覺得有一題 我覺得也可以適合我來說 他說那叫Kenji嗎 他說 我是長得太像男生的女生 每次遇到新的人都很猶豫 要不要先告知一下 然後有同事入職了四個月才知道 我覺得這有點誇張欸 沒有嘛 可是我覺得你用告知 要好像有點怪怪的 對啊不用這麼特地 特意啊 對啊對啊 你覺得呢 如果都是同事的話 就表示你們已經有共同的朋友了嘛 啊就是 就是彼此之間營造一個氛圍 就是平常聊的時候會稍微聊到這樣子 一個不經意的 要怎麼聊到 我的十分之道有二喔 欸這個好迂迴 而且是第一個喔 第一個是二喔 第一個數字是二喔 對啊 他想說二有什麼了不起 我也有啊 可是欸我想要 我就是可能要先問說 這個是困擾嗎 因為聽起來像我 你有這個困擾嗎 好像沒有 因為我看起來蠻女的啊 因為我看起來蠻女的啊 沒有你被叫大哥了 喔好 如果是當下那個時候 的確會有點不爽 喔 的確會不爽 但是但是因為我知道 通常這樣子認錯都會是長輩 嗯 我覺得那就 我沒有要怪長輩 對 看他們來說可能就是一個 很新潮的一個外表 嗯 如果是同輩的話 同輩是蠻容易認出我是女生的 我個人是蠻認得出男生女生啦 對啊 我當時應該也有認出來了 可是 當時是怎樣大一的時候 沒有這麼誇張吧 對啊 可是我真的曾經有在女廁上說 我是跑出地方的嗎 喔 因為我從來沒有這種 就是困擾會分辨不出來的 如果是廁所的話 的確我有 因為有時候廁所只是瞄一眼而已啊 因為像我這次去美國跟南韓 就是 比較少這種中性的女生 馬來西亞也是 嗯 然後我進去女廁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會有一種 我要不要做一些什麼來表示 其實我是可以進來這一間的 蛤 是喔 對 先脫褲子 再進去 或是 他的胸褲挺出來 或是自由的乳溝進去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 比如說馬來西亞真的就很少中性女生 因為他們是 同性是 違法的 違法的 所以馬來西亞 然後南韓也很少見到這種中性的女生 對 所以就是像我上次進到那個 女性專用的漢真木 那個阿祖馬就一直聽著我看 然後說 就是男假女假這樣子 牛假有假之類 然後我還要自己比胸部 我有胸部還要戒去 所以我可以理解 然後 如果說是同性之間 或說被認不出來 嗯 我不覺得困擾啦 我覺得就是一笑置之 對啊 就是說 就是 你 怎麼說啊 那如果他給你一心 你還可以一笑置之嗎 會耶 我就覺得 因為他自己五隻 對啊 就是看你是不是真的很在意這件事情 嗯 而且 因為我覺得現在其實 應該是要一個比較多元性別的 嗯 因為也不是很 就是直接說一分為二或是什麼的 如果 但是他的問題是要不要先告知 對 我覺得如果告知這個動作對你來說 不是太困擾的話 可以啊 對啊 我覺得就是用一個比較 有趣的方式 就是 因為如果你是說告知的話 表示你們應該是有一個 自我介紹的過程 對啊 那你就是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可以說出來啊 對啊 對啊 可是如果你跟同事之間沒有 這種自我介紹這種流程 突然間這樣 你也不用刻意的去跟他講說 欸 我女的喔 這樣子喔 對啊我覺得也不用啦 就自然就好啦 我覺得就是 自然啦 人跟人相處就會自然就好 對啦 再來囉 快把信箱下一封 很好奇 當年紀輕輕有負債的時候 會不會感覺壓力很重 嗯會啊 會 會 欸年紀輕輕是多輕啊 對啊看多輕 30歲前好了 喔 沒有我覺得就是 看你的 像我上一集講的那種 純 就是 你是負債的壓力 看你是哪一種負債啦 嗯 如果你是因為比如說被騙 或是年輕的時候亂花錢的這種負債的話 或是那種信 信用卡的債務 對對對 那你應該要覺得有壓力 喔 但你這個壓力應該是 你要去解決這個債務 嗯 對所以你必須要給自己有壓力去解決它 嗯 可是如果是像房貸這一種的話 就不用壓力太大 就用心理調適 對對對 就你只要付得出來 其實沒有什麼好壓力 對因為他30年 不可能活背著這個壓力過30年 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對啊 所以就是看你的債務是哪一種來源吧 而且討你的債務更早啊 你的那一筆低100萬 喔對 可是你看起來沒有很壓力很大 因為他不用利息對不對 對他免利息 可是他還是一個債務啊 對他還是一個債務 對 嗯 對啊可是因為每個月的金額也不大 他可以分幾年 還那時候每個月多少錢 七年 然後 喔那很少欸 對啊 對所以是不會擠壓到我的生活費的 嗯 你剛剛說喔那很少 你是不是有一個瞬間覺得 啊問錯人 對 對 抱歉 抱歉 因為其實我覺得要看你 你的那個壓力 我覺得有些時候是自己嚇自己啦 嗯 就是你 我都會用一個形容 就是說你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然後就像你玩電動裡面有開地圖一樣 你會覺得眼前一片黑 然後你會覺得喔從A點到B點 好像很遠 因為你根本沒走過那條路 嗯 實際上你把地圖打開 你把就像GG做的 你會算好 嗯 其實你會發現欸開地圖之後 先沒有那麼可怕 嗯 開燈之後沒那麼可怕 所以就是 就是負債這件事情我覺得 欸 有些時候你有一些債是健康的債 嗯對 嗯對 就像方貸其實就是這個 是健康的債 是健康的債 對 大家可以 我們有些時候被長輩的那個 那種負債的那個 呃 觀念給扭曲 像我爸媽就是那種 嗯 就是沒有負債就是幸福 就是富有 我爸媽都會這樣講 嗯 所以我們會背著一個過度的 呃 不講醜話就是 擔心這件事 喔 其實不見得要這樣子 對啊不見得啦 嘿啦 好 再來是 他說 嗯 社團跟課業到底要怎麼樣一起顧及到 高中開始玩社團以外 我還有經過當選手 但最近完全無法同時經過 選擇吧 對啊 因為我們三個高中社團 都不是玩很瘋的那一種吧 嗯我不是欸 我只有大學玩很瘋 對我大學 我跟 我應該玩大學玩的比你更瘋 繼續的選擇就是被當掉 對啊 哈哈哈哈 你就看痞子以前然後被當掉 這樣跟玩社團沒有關係 哈哈哈哈 沒有我跟你說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經到無法兼顧的時候 那你真的要去做很亮 從事檢視自己了 對 的時間 到底是哪一個 你是覺得 比較喜歡 或是你覺得對你是有幫助的 嗯 因為你同時都握著 可是你已經無法兼顧表示 其實你每一項都做不好 嗯 對 然後呃 我覺得像在高中或大學啊 有些人就會覺得啊 就是 我可是我在這個地方我好像會很有天賦 我會不會就是我放棄這件事情 然後就人生就怎樣怎樣 嗯 其實 呃我自己要說我覺得 高中或 真的有很少很少的人 是從高中或是國中開始培養那個興趣 然後他最後人生就走到那條路的 嗯 大部分都是你學生做什麼 其實你長大之後會跟那件事完全沒有關 但是 你學生時期去比如說你當選手 你說你玩樂團玩什麼的 他可能會成為你長大之後的別的養分 嗯 所以不要覺得現在放棄某一件事情 是一個很可惜的狀態 對 因為像我們那時候大學 我們有提報生的同學嘛 嗯 他們都是那種在北一女啦 或者是一些 就是他們是 一路就是體育非常厲害的人 可是他們進到了我們大學 其實他們就是 像有點半放棄了他們的體育生涯 就是他們改成轉從課業 然後慢慢的去就是 因為他們可能關注到說 嗯 再往下走 他們也不可能走到國手 或者是真的去到奧運什麼的 他們就在人生的一個階段去做選擇 嗯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會這樣子問 可能是因為你有點捨不得吧 就是 捨不得某一方 或是不願意放手啦 嗯 對阿我覺得人生就是一直是 在做選擇的過程跟學習 對阿如果真的沒辦法兼顧其實 或是你真的都不想放手好了 嗯 那就是學我在做民進選組的前兩年 我就是割捨掉我的私人生活 嗯 就是我幾乎不跟朋友聚餐 我幾乎睡很少 嗯 把自己硬梗到我兩邊都要做 做到最後這樣子 嗯 阿你就是看你能不能這樣子 犧牲到最後 嗯 對阿 好 欸我們有還有很多題嗎 對啊 還蠻多的啊 好啊再來 他說從小就有請假恐懼症 喔我給我看到這個 有事暈眩發作依舊爬去搭公車上班 請問三位該如何請得容易呢 這個 這個我覺得要翻一下了 什麼叫翻一下 因為這個 等一下你們 不應該要有困擾的啊 喔所以你們都完全不會有這個困擾 欸 我覺得他的困擾是來自於 主管不讓他請的壓力嗎 還是 是自己吧 因為像有時候 像以前我們就是 譬如說一個 一次只能修一個人的話 嗯 那我的工作就是有一定的量 嗯 那如果我今天修假 我可能會造成別人工作上的困擾 所以可能會讓我選擇 那我就是 不要請假 因為有時候你請假不見得是 真的有什麼 重大 就是重要的事情 你只是單純想要休息 欸可是他是從小就有欸 那這時候就會選擇 就是這樣子 欸從小就有 從小就表示他學生時期 學生時期你又沒有什麼 我要幫別人當代理人的問題 嗯 就是他的那個恐懼症 應該就是一種 呃 怎麼講呢 怕別人對他失望嗎 失望嗎 就是說欸你怎麼請假 欸我以前遇過一種同學 他就是 就承認他很重 對想要拿全請假 喔對也有可能 嗯 但是我覺得像陶瑞剛講的 我覺得他可能是 責任感很重很重的人 嗯 所以才會覺得說我沒有辦法 就是miss掉任何的一天 嗯 我覺得可能 這因為這叫做blue嘛 那就要看你的那個恐懼來源 你是害怕什麼事情發生 嗯 如果你是要害怕說 我因為沒有來缺了一天的課 而我趕不上 那你就要想辦法去解決 就是從另外一條路去解決這個問題 比如說那你就跟朋友借筆記 嗯 或是你就在清老師補上課 嗯 就是你不能 就是你的解決方式不是只有直線的到或不到 我覺得他不應該 不要放大他的恐懼啦 但他現在困難的點可能是 他沒有辦法阻止自己放大他自己的恐懼 喔 欸是不是真的會憂鬱或照慮的人 他是因為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就是他可能是掌控欲比較強的人會不會 不知道欸 對啊 但是就是找到為什麼你會不敢請假的原因 對 然後面對他 或是你就更極端 怎樣 就真的不不請假 就真的請一個禮拜 對啊 請一個禮拜試試看啊 然後會發現跟我們就沒什麼關係 對對對 我跟你講啦 或是至少你從三天開始 嗯 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或是任何一個工作 是沒有你不行的 喔真的 這句話真的很重要 就是真的 如果公司沒有你不行 那這間公司也不應該 對啊 你也不應該再繼續待在那間公司 對 然後也沒有任何一天的課是 你必須要上 要不然你就會錯過的 嗯 即使你是老闆也沒有 也沒有說那種 工作是沒有你在就沒辦法做的事 所以我們現在在逆向的幫助他 就是告訴他 你沒有那麼重要 對啊 對吧 其實是欸 我覺得大家要認知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你真的沒有這麼重要 對啊 就是對於 對於別人來說 對於別人來說啊 因為我們都只是 但你自己還是很重要的 對 你自己對自己是最重要的 對對對 但是別人或是你對於別人 或是別人對於你來說 其實都只是生命中的過客 對 要學習自己不是最重要的那一個 而且你剛剛 對他這個留言說 他就連暈眩症發作 都還要搭公車去 對啊 你不僅齁 別人沒有覺得你那麼重要 你還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對 那你如果昏倒怎麼辦 你爸媽是不是要再另外請假去救你 對啊 或者是別的同事 是不是會因為你昏倒 然後要處理你 然後反而工作 更一塌糊塗 你看看你到底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現在開始罵他 對啊 我覺得你們好可怕 沒有啦 我覺得就是你要學習懂得放鬆啦 應該是這樣講 是不是要可以送他一句話 好啊我們來送他一句話吧 我們要用哪一個 那個做情緒的主人嗎 還是 好啊做情緒的主人好了 我覺得做情緒的主人可能 好啦那同女翻 來來來 好會算命喔 調整呼吸收回注意力 這個 這有幫助嗎 這我覺得可以耶 我覺得可以耶 調整呼吸啊 調整呼吸 沒事沒事 然後恢復到自己的狀態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恐慌症發作 他們就是要對著那個 袋子裡面一直呼吸啊 對 要調整呼吸 對 然後多跟自己相處 欸我沒有想到這本書這麼好用耶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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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去拿好不好 好 我們這四本 這四本開放送給大家 不是 我只要講一下 這次我們要好好收著音樂 因為每一集的那個票寶信箱 都可以拿出來 票寶信箱很重要的資源耶 對對對 OKOK 不好意思沒有辦法送大家 好再來說 手足感情還可以 但一個白目一個敏感 常常互毆 媽媽覺得很煩 這是媽媽留的 這是賴媽 對 一個國一弟弟一個國二哥哥 因為我沒有手足 這兩 這提醒兩位解答 我覺得就放手吧 他們常常互毆耶 可是我覺得國一國二應該不 應該可以不互毆了吧 沒有沒有 國一國二可能才剛開始 反而更是嗎 血氣方剛的年紀 因為他開始要邁入青春期 然後他就會覺得 看爸媽也不爽 然後看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不爽 我覺得如果要互毆的程度 你當然是兩邊都要 罵一下嘛 喔 要自治 對 就是吵架可以 但是 可是他們說感情可以喔 感情還可以 然後一個白目一個敏感 喔我覺得敏感的那個 可能會比較受傷一點嗎 可能很愛互鬧吧 可能很愛互鬧吧 就他們感情OK 但是就是你知道小男生 就會喜歡在那邊 衝敵一下衝敵一下 那你是不是 你以前跟你姐 GG跟姐姐 是不是感情 你們年紀超近對不對 對 你是他們一樣啊 差一歲啊 啊你們如果彼此之間 真的打鬧起來 有到反目的時候 因為你是敏感的那個 我是敏感的那個 你姐是白目的那個 可以算白目的那個嗎 可以這麼說 怎樣 我覺得 不管你做的 就是我覺得 對於家長來說 不管家長覺得自己在 什麼公平 對於小孩子來說 他一定就是會 覺得爸媽不公平的地方 對所以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以爸媽來講的話 你就是做到 你自己覺得有公平 這樣就好了 可是你要真的不能偏袒 任何一方啦 因為你不管怎麼做小孩 因為我覺得那個原則 是不是要溝通給小孩知道 對對對 應該是要跟他們溝通說 我們現在的邏輯原則 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 照這個原則去做 這樣子 那你自己有找到 一套跟你 白目姐姐相處方式嗎 我想想啊 還是就是直到你搬出 家裡那一刻 沒有我覺得後來 大了之後 其實很多事情 因為你 你並不是一直都 24小時相處在一起 對 對所以其實 你離開之後 有時候反而感情 還會變得比較好 對 有點距離之後 反而有美感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歡迎回來 我剛剛在喬一些相機 因為我不想要浪費 因為剛剛那個 講一下 Gigi的那台相機 突然間 垮了 反正支架就沒電了 對 我不能浪費任何一分一秒 Gigi在螢幕上的時間 趕快去搶了出來 OK 現在可以接回來了 好的 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話 那我來回答一個好了 好啊 剛好延續這一個 他說為什麼YT版 Gigi都不露臉 你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最後決定要露臉 第二句給你們唸 第二句哪裡啊 我看一下啊 快點快點 不是我找不到那一個啊 在哪裡 你自己唸出來 喔好啦 下一句是 是怕在銀行內容出來 直接跳過那一句話 好啦那句話是明明帥哥一美 Oh my God 自己講 傻眼 好啦沒有啦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的確我是在 在分行端嘛 那分行端其實一定會造成我工作上 因為你會被客人認出來 有可能啦 我們還沒有那麼紅 但是我們也不紅 所以自己也是白擔心 但是因為其實 自己也是白擔心 直接想出來 沒有 但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 不管是有沒有露臉 其實做這個節目 我都 我都不會在公司講這件事情 你都在做節目這件事 對對對 我都不會跟同事分享 或是什麼的 除非是本來就 還是我的人 對對對 好啦 所以現在至少他 他已經準備好 可是你還沒講你為什麼 可以露臉了 也沒有 傳到橋頭自然吃 對啊 就是單純覺得說 喔好啦 他也瘦了10公斤了 喔對啦 是因為這樣嗎 好像也不是 就是單純就是覺得 給大家看看啦 好像 想大家了 可愛的臉蛋 你知道這就是一個很矛盾 但我本來就是有抉擇障礙的人嗎 嗯 對然後想說露跟不露 到底差在哪這樣子 那你現在還沒感受對不對 因為我們還沒有公開第一集 對啊 好害怕 這幾天都睡不好啊 會啊 我就失眠壓力很大 而且你剛剛 服惡你是 那個說什麼 簡秋還什麼的 那個黃禍太太嗎 對對對 那個頭風範 哈哈哈 欸有一個人問說 好奇到底錄了什麼 直接不採用 喔 其實我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大部分不採用的啊 其實不是因為講了什麼可怕的東西 對 只是因為我們表現不好 嗯 我們會覺得那個階級聽起來不流暢 對啦 對啦 我們其實還是很在意品質的 嗯 對我們現在是對自己 對於你們是負責任的 是 負責任的大人 永遠說出口 欸我覺得這題很不錯 這個Audrey嗎 她說 請問Gigi瘦了這麼多衣服要重買嗎 這個問題很實際欸 你有嗎 我沒有重買啊 因為你本來就穿很寬鬆 因為我本來就是喜歡穿寬鬆的衣服 只是那個寬鬆的衣服 可能就是稍微變得比較沒有那麼寬鬆 這樣 那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你之前有提到說 你有些衣服穿不下了 對 現在有重新穿上了嗎 喔我還沒有收到那個程度 蛤 還沒有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胖了一陣子嘛 所以我那陣子 其實我都是買寬鬆的衣服啊 所以那在更久以前的衣服 大部分都淘汰掉了 那留下來那一兩件還是 目前還是穿不下 你都已經瘦了十公斤 你還穿不下 你就知道我有多可怕啦 你不知道我有胖多少 他現在臉好可憐喔 我現在已經不想錄這個節目了 我錄下去了 我要去減肥了 你要跟他報告一下你的減肥後續 就是我要開始參加公司的減肥班 因為我們公司有辦一個減肥特訓營 然後是會比賽然後有獎金 那是幾個月的 其實他只有六週而已啦 那比我們的還短欸 短一點點可以啊 短兩個禮拜 可是你這樣很吃虧 因為你其實已經先瘦十公斤下來了 你已經沒有那個魂力了 你已經沒有那個魂力了 對所以現在就是要比較認真了 啊真的你有看到競爭對手是哪些人嗎 我還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就是下禮拜才開始正式的 因為你的對手可能就不是我跟宣 這麼好對付的龍 真的耶 我們是那個很好對付嗎等一下 我們會不會就是去那個減肥班 每個人都戰鬥力十足 對啊 而且會不會有人比你更有魂力 一定的啊一定有可能 一定的嗎 沒有我是我是不要先讓自己 就是覺得太放鬆 不能親你 對啊所以一定會有人 就是大家都想要拿那個獎金 多少錢 一千塊 一千塊 其實沒有很多啦 但是就是一個小激勵嘛 不要因為錢少就 不做 不做 不以 莫以善小而不為 莫以餓小而為之 對對對 我覺得這兩句話很適合送給宣 宣就是這種人啊 不要因為地瓜球才兩百大卡 對啊 你就吃 六塊麥克雞塊才幾卡 兩百卡 兩百卡 就吃那個當減肥餐 零卡沒有卡就是狂喝 對 為什麼就會回到我身上啊 氣死欸 你就最討罵那個 說什麼 還有什麼嗎 最後兩題好不好 好啊 我們來最後兩題 來挑一個 嗯 輕鬆一點的好了 好 他說你們都好可愛 Pockets好讚 想要問你們 怎麼才能當這麼久的朋友 喔這有輕鬆嗎等一下 對啊這有輕鬆嗎 欸 為什麼喔 怎麼樣你們是覺得很艱難的 跟我維繫有情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因為我們不知道答案 喔 我覺得就是要找到跟你頻率和的人啦 對啊 有時候友情不是刻意去經營的 嗯 對我們也在大學時候我們也不是最好的那一群 我根據你可能會就是 因為我們都是有活動的 我們是同樣的社團 社團跟戲學會 嗯 但是你說我們是大學時候會一起 師範是一定找對方的不是 不是 對 我們是出社會一段時間之後才突然間又接上線 應該是說我們 也沒有到接上線 我們也沒有失聯過 對我沒有失聯過啊 哈哈哈 對 但我們的確是有那種 呃 剛出社會然後彼此都很忙 嗯 就是沒有到常常聯繫的人 嗯 對但我覺得很好的朋友就是 不見得要常常聯繫啊 對啊 嗯 我有那種 欸可是 怎樣 沒有我來講一個就是 曾經的想法好了 就是在 宣就是正要紅的時候 嗯 就是他做鳴笛選毒的時候 然後他平常就是不太回訊息的人嘛 嗯 他也不是一個會主動找朋友的人 不會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宣紅了是不是就開始就是不跟我們聯絡 大頭陣 對大頭陣 就不要跟我們這些朋友接觸了 嗯 他都只跟他有網紅朋友接觸 哦 對 然後呢 然後 我就會 我就會 比較主動給你聯絡啊 對 大家要給我啊 對 那就是其實你見面之後 你覺得這個人沒有什麼差別嗎 只是他現在做的事情 跟 生活圈差很遠 大家平常做的不太一樣 這樣子而已 對啊 那你自己有這樣覺得嗎 嗯 我的確真的會 我覺得想說 紅了才不要離你們這些 才不是 老朋友 哈哈哈哈 不會因為我覺得 老人家多紅啊 離你們咧 你怎麼有說話間 不好意思 到底 沒有我 的確有一陣子真的很忙的時候 嗯 我會覺得有一些聚會 我真的沒有時間去 嗯 比如說你們很常約在居居家吃飯 對 吃火鍋 那個我就真的是沒有辦法一直去 但是 我會覺得 呃 比如說好了 我去一些新朋友的場合 我就要一直講話 嗯 我要有那邊的時候的個性 但是其實只有在 我們這一群大選同學的時候 我是 在聚會裡面我可以都不用講話的 嗯 因為你們會一直講 哦呦我話已經夠多了 呱呱叫 什麼呱呱叫啊 放點尊重好不好 哈哈哈哈 對就是 呃我完全不會因為 我現在在做什麼樣的工作 認識什麼樣的人 然後 就 不對你們聯繫 因為我平常就沒有什麼在聯繫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但實際上見到面了什麼的 其實都還是跟以前一樣 嗯 而且對我來說那是一個 就是 我很喜歡不同的朋友圈 嗯 就是會切換心情 切換個性 嗯 所以可以啦 而且我們現在又回到同一個朋友圈啦 你們現在就來到了 你們現在跟我的另外一個朋友圈 就是那個Podcast朋友圈 就是那個Podcast朋友圈 有稍微疊在一起啦 哦真的假的 哦哦 甚至我跟同女就是努力的 晉升到另外一個朋友圈 那邊的意思嗎 不要講晉升 跨足 沒有誰高誰低 姐 我跟妳講 要不是現在有錄節目 我們也不會這麼常見 對沒錯 對 但是他現在幫我們就是 怎樣 跨足的另外一個朋友圈 哦OK 我們有微信嗎 不確定哦 好啦最後一題 好 給誰選 我覺得這個不回好像 不好意思 他說認真準備的檢定考察 0.25分合格 心情要怎麼調適 唉 我有遇過耶 真的假的 因為我們 哽咽 想到那個0.25分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會需要考一些金融證照 嗯嗯嗯嗯 然後就是 有的 有一次 就是 我真的只差0.5分 嗯 就只差一題 然後就沒有考過 然後你沒有考過之後 你就是要再 重新報名 就是你還要在一個過程 可是我覺得他跟你狀況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應該沒有認真準備 哈哈哈哈哈 笑而不語 表示他疼 他承認 因為我也考過那些檢定啊 哦 我剛剛現在你們聊啊 我的意見都不重要啦 哈哈哈哈 你知道那種檢定 就是 考過又怎麼樣 哈哈哈哈 而且他 就再考一次就好了 他剛剛那樣的反應就表示他 就是真的沒有準備 然後他也真的不存在 他應該就是 考前頂多翻兩次輸了 哈囉 我本人在這裡 我可以回答 是不是 來你說說回答 就是 我 我在前一天晚上 好像又很認真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就不用講了 可是考試當然就是 你希望一次就過啊 而且我只差一題耶 那你是不是要扪心自問 你沒有完全盡力嗎 可是那個當下 你還是會覺得 有一點點小不爽 會 對啊 一定還是會這樣子的 我覺得他的不爽 應該是你一百倍 他應該是很認真 那我覺得你就先去吃吃到飽 哦 可以喝真奶 吃到飽 對吃到飽 我覺得這種東西好像 你已經也沒辦法挽救了 哦而且我覺得 有些時候是考運的問題 對 你就難過一天就好 真的不一定是你的問題 就像 其實你去看那些運動選手 他們可能準備了四年 就比一場奧運 他就失場 他就摔下來 那怎麼辦 其實我就是 會對於目以沉皺的事情 就是不會再這麼執著耶 哦 這是個天賦耶其實 因為很多人 就是會對 就是事情已經這樣 然後你也不能去改變它的時候 但是你就會一直去抓牛角券跟檢討 哦 世界為什麼帶我這麼薄 哦這我到時候會想啦 哦會哦 可是我只能是 生活上的某一個事件 比如說考不過 那 就是我現在很生氣 但就已經是這樣 那能怎麼辦 那你就只好就是 趕快看下一次考試是什麼時候 然後趕快把它補上來 就你可以難過 但你不能讓這個難過打擊你到一個 消沉 在一起不來 對 對 但我還是想問為什麼這個世界帶我這麼薄 但你本人厚就好了 世界的薄我來補足 對 我來稱厚這個世界 這世界靠我來稱 好棒 好啦 我想要卡一個情緒 不好意思 我想要拉回剛剛那個題目 是你們問我說 就是 變紅之後的那個朋友圈的變化 我就是 你還在打電影耶 不行我想要拉回來這個世界 怎麼了怎麼了 怎麼樣 其實對我自己來說也有一點點麻煩 就是 我也會回頭想說 因為我本來就不太主動聯繫朋友 然後當我 在後來這個狀態之後 我會去想 那我不聯繫你們 你們會不會覺得我因為紅了而不聯繫你們 會啊 那你為什麼沒有私訊我們呢 對啊 那你為什麼不跟我們聯絡呢 這個狀況不會讓你睡不著嗎 可是 你是沒有那麼在意 對啊 他根本沒有在意我們 我本來要請求一些心靈造型 你知道我之前都要喝醉 才有辦法打給他耶 我平常都好壓抑 才能說現在已經紅了 他會回我訊息嗎 我喝醉了放鬆我才有辦法 就是一直狂打電話給他這樣子 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是真的就是忙到 我沒有時間主動去跟你們 比如說參加你們的那個聚會 那 就是因為我知道你們可能會 我擔心你們這樣想 所以我就更有壓力 他是一個彼此的 猜 猜 懷疑 或者是猜想 猜測對方 所以彼此都會很有壓力 那你為什麼就 就來參加就好啦 因為我 我就會覺得 你只要現身就可以 解決這所有的疑慮啊 可是我覺得 很多人的問題就是 你已經在一個壞的循環裡了 你要怎麼跳脫到一個好的循環 這是一個 事後我跟他說 不然我們來開一個節目 還是你開口的 對還是我開口的耶 可是我立刻答應了耶 那他怎麼回的 你記得嗎 因為我們有跟大家講過 我們為什麼會開真實話題的節目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就是我們那一集沒有用 喔好 就是有一天呢 我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本來私底下 就是都會聊天然後吃飯嘛 那我們每次就是 聊天的時候都會 笑得嘻嘻哈哈的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有一天在上班的途中 我就騎摩托車 我就想說 嗯 既然我跟宣就是 講話的時候都一直嘻嘻哈 那我們為什麼不把它錄下來 然後這剛好也是宣的專長 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 我就 那一天停好車之後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機 就傳訊給宣說 欸那 我們要不要來錄個節目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立刻答應 對他立刻答應 而且我是立刻跟他說 其實我很早就去想這件事 對 我想說你想那麼久的時候 不跟我說 對 你看這就是這種 呃我們彼此都在心裡面 一直在想東想西 但都沒有問出口子 我沒有想東想西 我第一個想法 我就立刻傳訊給妳 我那時候沒有問妳們 是因為 而且那時候想的就是 我們三個 喔真的假的 但是我的出發點 欸妳有在耶 我有在 妳有在 因為我覺得桃女生太奇怪了 哈哈哈哈 她可以輔出世界 我出一些奇怪的思想 因為我跟GG想的不太一樣是 妳覺得是因為我們聊天很好笑 所以妳想開這節目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每一次我們在聊一些 比較震驚的內容的時候 我發現你們想法跟我超不一樣 是可以泡撞的 所以我想開這個節目 只是 我那時候想的是 就會覺得擔心是 妳們會覺得很麻煩 或者是妳們會覺得 這件事情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啊 什麼 就是心裡會有很多的包袱 所以我就不想要去麻煩你們 然後對我來說 也會擔心妳們會覺得是 啊 這個 宣在利用我們的聊天內容 要去做這個節目要紅 喔 也會有這種擔心 可是妳現在不是也是這樣嗎 妳現在有沒有利用我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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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對啊 憑什麼放在美女選毒的頻道啊 對啊 我們不是要自己創個YouTube頻道嗎 創啊 你創啊 你創啊 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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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啊 講中了是不是 哈哈哈 講中了還很惱羞 哈哈哈 對啦 所以就拉回來就是 對耶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們 我覺得那個變紅之後的那個變化 其實 自己心裡會很有壓力 嗯 就是 老實說我也真的有遇到人 是 因為我變紅了之後 他回來請我幫忙一些事情 哦 真的也有 這還蠻合理的 可是他會也會 我不知道我覺得有些時候 說話的藝術要有啦 他就會說什麼 哎呀不好意思 你變紅之後還這樣子回來 請你幫忙 是不是就 這樣就不行啊 對 他沒有那個客氣 我覺得只要這種 謝謝你之類的 你可能 對對對 就是單純的說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這樣子 可能都會好一點 然後說阿倫如果覺得勉強也不要 就是如果覺得不好的話也不要勉強 沒有他就是會講這種話 那這種我不是沒有遇過 而且遇過兩三個 所以 老實說有些時候自己會 把自己的那個保護罩給拉起來 嗯 對然後 我覺得那個就會讓距離越來越遠 那實際上 也回到有些人會問說 為什麼我們感情這麼好 我覺得主要就是 就是我們彼此之間會是 有些時候調侃是很直接的 嗯 然後開玩笑是很直接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阿 其實彼此心裡都沒有 想這些奇怪的東西 應該說我們是彼此心裡沒有歌 大家才有辦法講這些話啦 對 如果我們是真的有疙瘩的話 你就會講出來這個話 感覺你是刻意的要酸他 或是想要講他什麼 對啦 好啦就這樣子啦 好 剛剛刻意是有想說 他在利用我們這句話 有嗎 沒有我只是想說他真的很在意 硬要回覆這一題 好不順喔 好不順 真的很在意嗎 問到你的點了是不是 那就因為bildung 就想說趁機講一下嘛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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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OK OK 好 那我們最後 念個幾個留言好了 嗯 你们要念那个赞助的吗 好啊 来啊 念个赞助的吧 好 上次我念到 七月中的嘛 好 那这边有一个是七月中的 他这个人也是匿名赞助哦 他没有说他是谁 那他的说 他留言是期待每周二 那赞助人也是单纯想赞助 赞助 匿名好棒哦 对哦 就是 因为这个赞助平台 其实你是可以放的IG在上面 哦是吗 对所以我们是可以知道你是谁 哈哈哈哈 追上去 对对对 谢谢你呀 谢谢 还是会像 他怕我们这么热情 对 难怪他要不要匿名 好那还有一个 他的留言时间点非常重要 是在七月十四号 那是怎么 哦 桃女 桃女生日 我刚才想到那是什么 陷楼 我跟你讲那时候我po出桃女 就是我那时候po陷动说 今天是桃女生日 那一天就多了两则赞助哎 哦真假的 大家太热情了吧 对啊 真希望每天都生日 哈哈哈 不要这么直接讲出来 赞助人他有留下IG 他是J.C.Praisel 是这样念吗 哦 Praisel 我好最喜欢Praisel 抱歉 那是一个美国饼干 好 他的留言是 祝福桃女 福如东海 秀比南山 也感谢三位的陪伴 让我的生活多了三位朋友 丰富我的世界 你们超级棒 未来会继续支持你们 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听 谢谢Praisel 谢谢Praisel 我以为他是J.C 哦 抱歉 我自己也Praisel J.C.Praisel 我也是跟着 但是谢谢你 那那个 我的生日是2月5号 还早还早 好久哦 大家先开始存钱 我希望看到金额成长 好啦 那我们这礼拜 其实这次我觉得 票宝现象 蛮成功的耶 我自己也回答的蛮开心的 好 然后 再加上我们有这四本的加持 真的耶 这四本真的好好留学 我跟你说 还有好多 我再去拿 哈哈哈哈 你会最后就是在 法古山出家 哈哈哈哈 说到有感召了 受益肥浅 下一次我们可以换成 拿别的宗教的 哦 没有 每个宗教 应该有这种 好 我觉得有很多解答书 嘿嘿嘿嘿 下次我们准备别本 好不好 那我们就是 大家可以期待下一次的 票宝信箱 记得要追踪我们的IG 你才会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要征稿 征集票宝信箱 就是24小时限定哦 好啦 那我们就 下个月的 票宝信箱之后 我们再见咯 好的 票宝信箱再见 拜拜 拜拜 哈哈哈哈 票宝信箱